军港里停7艘击落很壮观,俄罗斯为何一点也高兴不起来? 近日,有俄罗斯网友发布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,主基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卫星照片。 在这张照片中,我们可以看到有几艘几落级潜艇,而这些潜艇是太平洋舰队常规潜艇的全部实力。 除此之外,港口里面还有大量的导弹艇,以及其他的一些小型舰艇。 通过我们之前的介绍可以发现,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水面作战舰艇实力比较薄弱。 在这张卫星照片中,我们能看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唯一现代急驱逐舰,即快速号。 根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最新照片,目前快速号已经出海。 一艘正在接受维修的击洛级潜艇。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7艘几落级潜艇,全部是877型,排水量为3000吨左右。 这些潜艇最早投入使用的时间是1988年,最实服役的时间是1994年,都用了很长的时间。 这张照片之中,我们能看到三艘无尾级驱逐舰,以及一艘手护及轻型护卫舰完美号。 完美号轻型护卫舰在2017年投入使用,排水量2200多吨,这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多年以来罕见接收的一艘水面作战舰艇。 太平洋舰队的三种主力水面作战舰艇,现代级驱逐舰,无尾级驱逐舰和光荣级巡洋舰。 其中,无尾级驱逐舰有四艘,而光荣级和现代级驱逐舰各有一艘。 而光荣级驱逐舰,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最主要的区域防空能力。 完美号轻型护卫舰,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最新的舰艇,虽然吨位很小,但能力却比同吨位的舰艇强大不少。 在这张照片中,我们能看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水面作战舰艇抬柱子,那就是晚两个好巡洋舰。 原来,我们对这种舰艇非常羡慕,但是现在它已经没办法同许多驱逐舰相提并论了。 从这张照片里面,我们能看到三艘无尾级驱逐舰。 如此多的驱逐舰趴窝,意味着勤务率不高,击落级潜艇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 一张卫星照片里面有其搜集落级潜艇,证明太平洋舰队的水下威慑力量存在住很大的问题。 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在于,没有钱更新换贷,虽然数量很多,但任务率很低,俄罗斯的核潜艇部队也是这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